這個Intent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九章的部分什麼叫Intent 實際上那個他的英文翻譯班翻譯成叫什麼意圖或者叫做信差之類 那實際上他的作用主要就是這邊就是有一個動作或內容組成 那相當一串的網址可以指定網頁的傳遞資料 然後Intent就是執行各網頁間的切換 不過這樣講有點抽象 實際上你要切換到另外一個Activity就叫Intent 或者是這邊會介紹到什麼樣子 你如果說要瀏覽網站 比如說你今天要做一個超連結 你要用Intent做瀏覽網站的動作 你給他一個網址他就會幫你跳到那個網頁去了 或者是你要打電話 就是說你給他一個號碼他就自動幫你撥號碼出去了 你可以用Intent 然後這個叫呼叫電話 呼叫是先把號碼放上去 還沒撥打 你自己要按撥號 撥打是直接撥打 會有兩個不一樣的範例 再來的話 執行自訂的Activity 就前面那個範例 還有什麼呢 要怎麼附帶資料 就是說有些資料呢 我們如果說要跟著一起傳到下一個Activity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這邊又要用到一個所謂的Bundle 等等的傳送 甚至回傳資料 這邊有幾個重點 我們後面會陸陸續續跟各位做說明 那這裡的話呢 首先呢 第一個是Manifest 我想這個剛剛我們有秀給各位看 這個是裡面的XM的檔案 那我們等一下舉一個例子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相關的語法 第一個 等一下請各位先建立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名稱的話呢 請各位取一個叫Intent 1 那上面呢 我們需要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的話呢 就是顯示瀏覽網頁 第二個按鈕的話呢 就是呼叫 呼叫什麼 呼叫撥號按鈕 第三個就是撥打電話 會有這三個這個按鈕顯示出來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呢 先到那個Eclipse裡面 然後呢 建立一個 新建一個什麼呢 Enjoy the application project 那這個project裡面的話呢 請各位建一個名稱叫Intent 1 Intent 1 OK那 建好之後的話呢 請你在這個畫面上面呢 放三個Button 第一個Button的話呢 叫做瀏覽網頁 第二個叫做呼叫按鈕 等等 這三個 那名稱的話呢 那分別就是BTN View BTN Dial BTN Call 這三個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部分先完成 那等一下我們來講一下 怎麼樣讓這三個按鈕具有作用 那相關的畫面呢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我也把它放上去 其實各位等一下可以參考一下 CH09 Intent 應該可以看到在那個畫面應該是這個 在Intent的介面設計 這個地方 我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